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海德比将在明天展开 喧花大将荣耗随同主教练吴京归出席了赛前发布会 目前喧花阵中遭遇了伤病困扰 队长莫雷诺出战成疑 尤其是两大后妖孙士林和关林 因为停赛和伤病无法登场 不过 荣耗相信自己和队友们能够定上去 对于球员来讲 不管对手是谁 阵容会出现什么变化 上场的队员都会做好准备 这场比赛我们会更加充分的准备 也相信大家能够更好地发挥出自己的水平 在上场的赛前发布会上 胡尔克坦言德比中每个人的表现运会特别强 对此 荣耗表达了相似的供典 所有队员更想赢得这场比赛 不可能因为对手排名高 让我们态度消极 不全力听比赛 荣耗说 德比的场面会很火爆 和其他对手的比赛队员 可能会有自我保护 但德比终于到对抗 相信每个人都不会考虑到什么后果 就是全力去听 全力争设 德恩德也则证明 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对自媒体 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